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前来就去菜市场买一个比较新鲜的鸡 还有五花肉 然后一会儿大概五点多 我就和朋友一起度过春节 在前面是豆兽场 这里都是罗马的一些遗址 豆兽场的名字 它意大利语并不是叫豆兽场 它的名字的意思是巨大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门上面有一些罗马数字 其实那些数字就是当时入口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门票 都说几号几号入口几号几号座位 然后当时豆兽场也分得很细 比如说你拿到的号是第八号 然后你就从第八号入口进去 豆兽场是建在以前非常昏庸的罗马皇帝 所以叫泥露 泥露的自己给自己建的行宫 叫金宫 然后当时他的见者就是说要把这个 因为泥露已经引起了名分嘛 就是说要把泥露的这个宫殿给推平 然后把这块地方还给人民 所以就在一路的这个金宫上面 就是说这里原来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水池 把这个水池给填了 然后就在这个上面盖了豆兽场 Coloseo 这是水果 我们广东人过了一年呢 就是说讲究这个大皮大利 所以呢这个橘子是一定要买的 好了我要挑水果了 我先逛 我来一天吃这个 一 好 谢谢 这是世界各地的 对对对对 世界各地的华人是怎么过来的 你看我是南方人广东人啊 我们家那边是吃的 过年是吃鸡的 所以我这次做了鸡 这个moneta是哪个习俗的 方moneta 是一大一的习俗吗 中国的 哇 日式法郎 日式法郎 它不是欧元 日式法郎 好的 化骂 新年快乐 我以后也更加生 Julia 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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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亲 can you compass 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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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